再给我两层装 让我们气节成病 别融化了眼泪 你装的话能 现在我俩就是来到了花店 准备送一些小春菊 悼念那些这次大水都失去救命的人 然后还得写个卡片 这手打的鲜花你看 是不是比那种插到海绵上的好看 手打的有灵魂 这才是有灵魂的花 咱们还得开 开吃辣椒 就这样了 走吧 现在是开吃辣椒 是神秦 接着 好 快 快 走 快 快 很漂亮 他们俩订阅的时候 他不想拿到打开 能打开说话是吧 到那心情很沉重了 差点都哭了 我都不知道该打梦 然后他不让人家围观 知道吧 感觉有点心意 就你能 自己真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很难受的那一种 不是说 送满的花 今天送花的人可多可多了 然后他不让那些人围观 别花他等一下会把那个打开 放到里面去了 知道吧 我们开车一共开了 有一个多小时过来 因为这边实在太堵车了 堵得特别厉害 17 18公里的路 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 反正把这个心意送到就行了 希望天堂没有痛苦 毕竟我们人在郑州 然后在这个地方感受 今天看 今天看着就是 那些 吊车 然后一辆一辆的去把那个 地铁的那一节运出来那种感觉 太难受了 在那我再多一会儿就在那 哭起来那边人实在太多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想围观的 还是想看什么 咱们送花好多人在拍照 我都赶紧送完都走了 在那待着 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家添赌 知道吧 毕竟这边 现在路况已经很拥堵了 人也特别特别多 包括我后面的那些位置 你看都是黄的 都全部都围起来了 这辆地铁呢 还是全面停运的 然后还有一些家属 目前都是还没有找到 这一期的视频呢 我只能说到这了 没办法再录下去了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 就这样了 拜拜